那你們假如有遇到其他飛龍海商的成員 你們也可以問他們 對 我吃東西真的是很誇張 那我去吃自助餐 我吃甜品 甜點 是很誇張的兩大盤 所以蛋糕這種東西 是我非常愛的 我很喜歡吃甜的 所以我每次吃完一餐 最後一定要吃甜的 才完美 你人生有吃飽過嗎? 人生有吃飽過嗎? 有啊 我常常都吃飽 對 常常都吃飽 我從來沒有餓過 我自己本身還沒進入這個圈子 我都已經做健身房了 然後還沒做健身房 我也有嘗試過一些其他的創業 那現在 因為進入這個圈子 說實在的時間也少了很多 那我也不會是那種很貪心的 就是說我要做這個要做那個 那好像覺得說做藝人 那就很容易做宣傳啊 那我就要拼命的做也沒有 對 我就是做我想做的東西 所以這些年我就是健身房跟麵包房 我有一個漢堡店 漢堡店 對 因為出來工作很想家 然後壓力也大 所以用吃來來獎賞自己 特別哪一道 特別哪一道 沒有 我很好養 我非常好養 對 每次我身邊的人說不好吃的東西 我都可以說好吃 我老婆不煮 對 她有煮啦 可是她 因為 因為我 因為我很擅長煮 所以她就不用煮了 對 所以她就 幫我籌備 幫我一起 比如說以前我們在澳洲讀書的時候 她就會是那一個 好像我家的傭人那一種 那一種 那一種 那一種身份 對 她就幫我洗碗啊 什麼的 然後幫我準備菜啊 然後我就在那邊查 對 比如說我每一次在她去學校 我每一天在她去學校 都沒有在學校 都沒有人找過我拍照 沒有人認識你嗎 他們都不管 他們認識啊 他們知道啊 可是他們不會想要去做這件事情啊 文藍就是這樣子了 對 對 他們也沒有問過我 欸 你帶你的小朋友去上節目喔 可能他們都沒有看 對 對 考慮第三攤 現在目前還沒有 對 他們都說等你可能再過幾年 你可能會想 對 可是我不知道 我覺得現在兩個都 已經是很完美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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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假的有第三攤也是發生意外 應該是意外才會冒出來 因為你們的顏值都很高啊 嗯 嗯 所以咧 居然多深嗎 都多深啊 哇 對啊 所以人類保留好的業力 對 真的嗎 真的 連紅了 其實沒有沒有 我覺得把小朋友 我覺得把小朋友帶出來是一個 他們要面對這個社會壓力真的是不容易 可是必須 對啦 所以我才說我不要 假如你少一點 你就可以好好的照顧他們 嗯 讓他們可以準備去面對這個社會 假如你生五個六個 你沒辦法給他們那一種專注力 對 所以假如只有只有兩個 你更多時間可以去 教育他們 嗯 OK 他們有時候想要弟弟妹妹嗎 啊 啊 妹妹 妹妹有說他要妹妹 對 因為他的弟弟妹 現在很疲勁 每次作弄他 對 對 可是他們最近感情好很多 他們去年 去年常常會吵架 嗯 可是現在感情真的是好很多 會不會 有時候 爸爸 祈求 ��固